- 我覺得超飽的 - 你有會說我帶白色? - 他黑色還好吃嗎? - 我不知道耶,是嗎? - 好像... - 你可以借一下手機,用手機換掉 - 你要看直播的手機 - 我剛剛看藍色跟黑色是賣完的 - 你現在好像沒跑出來,已經開始了嗎? - 開始了,黑的我也是帶了 - 米色應該很軟 - 這邊好像光還不錯 - 好像比上次那邊,頂比那邊好耶 - 真的嗎? - 她的頭髮怎麼那麼軟 - 嗨,Kate - 而且我回到家看的時候 - 其實我好像人出來的比較滿 - 留言好像是比較滿 - 像每個人看的 - 而且看... - 而且看到的留言也不一樣 - 其實有一點奇怪,這個頭髮 - 原來越近 - 找了是什麼 - 嗨 - 嗨 - 螢幕有護護的嗎? - 應該... - 怎麼都會亮一階了嗎? - 今天亮兩階 - 畫面很糊耶 - 為什麼每次我們都在這邊... - 你今天WiFi嗎? - 我沒有連WiFi - 有,這個還有 - 這個還是... - 我沒有連WiFi - 還是要... - 要拍得到全身嗎? - 剛有... - 剛有... - 剛有... - 要連WiFi嗎? - 好貴耶 - 對啊 - 也太誤誤了吧 - 好像我們每次直播都要先點一下WiFi - 可是上次連WiFi啦 - 又變超冷 - 現在有好... - 現在有不霧了嗎? - 剛開始有... - 還沒有開始任何... - 還在調光 - 有比較好 - 好像一直在... - 越在調 - 又變糟了耶 - Oh my god - 很多人說有霧耶 - 還是我們... - 調一下這個風水 - 妳要怎麼調風水 - 這邊看超清楚的耶 - 為什麼... - 怎樣... - 要請資訊部來嗎? - 資訊部來不會了 - 我們可能要自己調 - 欸... - 有了有了有了 - 妳看是不是 - 再調一下 - 再調一下 - 揮一下,佩儀都會這樣揮 - 有有... - 好... - 有人跟你Hi - Hi 大家 - 上一週去週末 - 有去特賣會 - 應該買得蠻開心吧 - 結果... - 因為上週太多活動 - 我怕大家忘了Lily - 還這麼再宣傳一下 - 不過還是謝謝大家 - 對Lily的支持 - 因為其實Lily也很多人很喜歡 - 有很多女孩反應給我們 - 就是這個Lily的系列 - 會讓他們就是在上班的時候也可以穿 -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覺得說 - 她的衣服比較稍微偏休閒一點 - 可是我看Lily有一件那個 - 大學廳妹妹了 - 都要穿黑色了 - 很愛 - 還有那個泡泡秀的紫色 - 當天就買完了 - 對對對對 - 所以她也是很熱門 - 因為我們很怕大家忘記她 - 因為上一週太忙了 - 對 - 又有特賣會 - 對又有特賣會 - 不知道大家特賣會有沒有搶到好貨 - 應該有 - 都說很好買 - 對 - 然後也是這禮拜就是換台中 - 所以台中的朋友 - 台中的朋友 - 現在有台中的朋友 - 禮拜四就可以準備 - 準備看百貨 - 排隊 - 對 -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- 今天的主題就是 - 韓流穿搭嗎 - 對 - 因為很冷嘛 - 然後我們就想說 - 可能大外套 - 這禮拜有上三款外套 - 單穿這三款外套 - 其實現在這個天氣 - 說實話 - 走在路上會這樣 - 一定要再穿一個大衣 - 外面一定要再穿一個大衣 - 但是 - 妳這個外面的大衣 - 跟裡面的這個要怎麼搭 - 那妳裡面有 - 我這沒有外套 - 但是就是 - 妳到室內之後 - 戳掉大衣裡面的衣服 - 還是要很好看 - 所以我們等一下 - 應該會讓大家看說 - 我們穿的外套吧 - 對 - 然後還有 - 有一些補貨到的上衣 - 對 - 那誰先 - 佩奇好大 - 我先嗎 - 好好 - 佩奇先 - 大家看得出來佩奇穿了兩件外套嗎 - 對 - 其實穿新安的 - 其實穿新安的 - 我裡面還有一件 - 哈哈哈哈 - 因為這是汗流 - 應該算汗流嗎 - 第霸王級汗流 - 大陸冷氣團來 - 對 - 然後我想說再來推推我們以前的大衣 - 但是就是其中一款大衣 - 然後我現在穿的是有點紫色 - 但是 - 這是小巴黎嗎 - 不是 這不是小巴黎 - 不是 - 不是小巴黎 - 它是玉紫色的顏色 - 對 - 然後我覺得大家 - 因為我現在穿的是綠色條紋 - 光可能看不太出了 - 它是綠色條紋 - 配紫色我覺得還蠻可愛 - 然後因為 - 因為是多層次穿法 - 就是佩奇這樣子 - 她穿大衣 - 她在外面就是 - 夠飽暖的 - 但是她到室內 - 譬如說辦公室 - 或是她去餐廳的時候 - 她就直接 - 變成這樣 - 變成這樣 - 因為她裡面那一件單穿 - 在餐廳可能也會有點冷 - 或者是辦公室 - 像今天辦公室就很冷 - 但是像現在這樣 - 灰色配信上蠻可愛的 - 所以她裡面又有一個外套 - 所以這樣子在辦公室又不會冷 - 這是這裡戴的那個 - 熊寶包 - 超寶寶的 - 我自己是推白色 - 雖然白色好像比較容易長 - 但是我覺得白色看起來就很浪漫耶 - 雖然現在穿的穿法是沒有綁 - 沒有綁的 - 對 - 但是我覺得綁起來會比較Lady - 就是比較成熟一點吧 - 這樣穿會有腰色 - 這件外套真的很可愛耶 - 今天的直播禮物是這件外套 - 今天的直播禮物是這件外套 - 今天的直播禮物是這件外套 - 也太好了吧 - 而且這件有內裡耶 - 對 - 那時候我在穿的時候 - 想說哇很貼心還做了內裡 - 而且它袖子不會 - 這邊是不是很窄的 - 是寬的 - 所以你不用怕就是 - 而且它摸起來很舒服 - 衣服穿太厚耶 - 內裡就是它 - 兩面其實應該都是刷毛 - 只是它裡面做了這個內裡 - 嗯 - 就會看起來會比較 - 穿起來會更舒服 - 嗯 - 然後它的毛可以給 - 是直紋 - 所以它是直條的 - 對它是直條的 - 這樣子 - 它是直條然後非常舒服的 - 嗯 - 而且穿起來就是 - 很有份量感耶 - 就是因為它有一點 - 毛毛融融的 - 立體的感覺 - 我覺得它這個 - 好可愛喔 - 很舒服 - 對真的很舒服 - 會一直摸一直摸的感覺 - 一摸再摸 - 可是又不會 - 太遲 - 就是摸了會一直很小 - 而且我突然想到 - 妳好像要臉 - 妳不需要睡覺 - 妳可以把這個摺起來當枕頭 - 哈哈哈 - 其實很可愛 - 而且白色流口水 - 比較不會發現 - 黑色吧 - 哈哈哈 - 它它還有黑色跟卡其色 - 對它還有黑色跟卡其色 - 卡其色就更像泰迪修的感覺 - 而且這件其實說真的 - 我覺得看起來很貴 - 對 - 但殊不知它才790 - 而且今年好像很流行這種 - 毛毛的外套 - 對今年好像很流行 - 毛毛的外套那種 - 但它穿起來不會 - 它有些是 - 可能看個人喜好啊 - 有些就是很澎的那種 - 因為這件是很低調的感覺 - 感覺就是每個人都可以 - 架一個毛毛的外套 - 毛毛的外套 - 大家轉一圈給大家看 - 裙子是這裏 - 裙子好像也蠻多人問的 - 裙子也是這裏的 - 小羊肉穿黑色的 - 那我脫掉 - 脫掉外套 - 然後T恤的話也是這裏拜的 - 是我不知道是什麼 - 叫什麼名字就算了 - 裙子是簡約俐落坑文 - 很難唸 - 很難唸 - 簡約俐落坑文針織中長群 - 它是不是後面有一個 - 它後面有一個開叉 - 因為我看model是可以 - 也可以穿前面欸 - 它這個叉也可以開在前面 - 喔 - 其實可以自己轉欸 - 因為它旁邊 - 它旁邊有做車鞋 - 它有黑色灰色跟卡其色 - 感覺這個屁股很淺 - 感覺很紮衣 - 這個會很貼嗎 - 因為小楊說不會很貼 - 我覺得 - 我覺得好像有一個給貼 - 還是因為它穿黑色你穿黑色 - 如果我現在紮衣服進去 - 我轉到屁股後面會有點害羞 - 還是我把衣服拿出來啊 - 如果妳覺得很害羞 - 可能可以選黑色的 -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- 因為灰色好像 - 但是它的針織一樣是紮實的那種 - 上衣是南海桿寬條紋長袖上衣 - 上衣才390耶 - 上衣也是我們賣很好 - 千記名的吧 - 上禮拜小時候有穿去運動 - 它穿灰白的 - 對 - 灰白的 - 對 - 好 然後我現在穿的是綠色的 - 很可愛的薄荷糖的綠色 - 佩奇158公分喔 - 我把它拉出來給大家看好了 - 外號150穿會太長嗎 - 是指剛剛佩奇穿的那件嗎 - 150穿喔 - 我現在我是158啦 - 我穿到大概只有五個 - 外套大概是紫色那一件吧 - 是紫色那一件 - 150可能會太大型 - 還是是白色啊 - 白色那件我覺得應該可以 - 因為莫莉也買白色喔 - 嗯 - 剛剛熊寶寶那件150也可以穿 - 會是 - 穿拉出來好像就比較 - 更休閒一點的感覺 - 然後我是戴小白鞋 - 而且它的條紋是寬條的 - 裙子把它拉上來一點 - 比例看起來就好 - 對 - 這樣子裙子的話我就敢 - 我就敢剪了 - 哈哈哈哈 - 剪開修的話 - 或者是上衣是有開叉的話 - 你就可以只扎前面 - 我把它轉前 - 轉到前面來看 - 如果是前開叉的話 - 變這樣 - 應該好像也可以 - 可是它的側面感覺也可以 - 好像可以自己 - 側面也是可以 - 因為但是這邊有車線 - 不知道轉到側面會不會很奇怪 - 喔 - 你看這樣很奇怪對不對 - 因為這邊有車線 - 好像只能 - 就是不要轉到這麼側 - 對它只能正 - 正很厚 - 所以看你這個 - 這個V字是要想要開在前面 - 還是開在後面 - 這個 - 我們是不是也有上衣啊 - 好像有 - 但是是分開賣的 - 是可以找到同系列 - 同系列的材質 - 跟顏色的 - 熊寶寶外套 - 你要不要再穿一次 - 有人說想看 - 好 - 這樣真的很可愛欸 - 戴Peggy - 它是穿起來 - 不會顯胖的熊寶寶外套 - 不顯胖的熊寶寶 - 對不顯胖 - 有一次我很冷的時候穿回家 - 也沒有到很冷啊 - 就是大概這個 - 現在這個天氣的程度 - 再暖一點點穿回去 - 是有暖的效果 - 但是如果是 - 今天這種天氣穿這個的話 - 我覺得會不夠 - 可能要再 - 就像你剛剛要再 - 對 可能要前幾天的那種 - 那種涼感的話 - 不見了 - 我不知道在哪 - 會不會拿下去搭配 - 沒有 - 剛也來還拿張 - 沒關係 - 我等一下再拿好了 - 大概穿起來是這個 - 這個好可愛喔 - 有點想購入了 - 不知道Molly是買哪個顏色 - Molly買白色 - Molly買白色嗎 - 沒關係等一下找到的話可以再打 - 好 那我們換可以 - 我去換下一套 - 我聽她說看到佩奇穿整套 - 整套都想包了 - 好像太亮了 - 光太亮了 - 太亮了 - 欸對好 - Hi - 我剛剛看到很多人說 - 有在特賣會看到我 - 特賣會很多人跟我講說 - 欸你本人好小隻喔 - 我想說我是在鏡頭上 - 看起來有多大隻 - 好嗎 - 就因為Anna也說 - 覺得有點難看 - 因為我本人就 - 好啦 - 可能鏡頭前陣很危險 - 因為我本人就很矮 - 還是大家覺得我 - 很高 - 比較高一些 - 很高 - 胖的部分我就是自己跳過 - 妳的穿搭 - 那個 - 台中我跟佩奇也會去喔 - 台中特賣會 - 從這禮拜四開始 - 很多人問台中欸 - 這個隔完 - 它有小陽穿的時候 - 就很多人在問了 - 現在我今天也穿一次 - 很可愛欸 - 是未來的新品 - 是未來的新品喔 - 是未來的 - 然後它的領子這邊 - 一般就是兩個領子 - 只會坐到這 - 但它現在這個坐到這 - 它是做一個 - 有點像大斑欸 - 就是很大的那種 - 很大斑很大 - 然後它的隔完是有一點復古的那種感覺 - 有點毛泥 - 它中間其實有很多顏色 - 毛泥感覺 - 有紅色、咖啡色、白色 - 有很多的顏色 - 173 看你們都好看 - 你也太高了吧 - Vanessa也太高了吧 - 反正這一件很好看 - 而且它很溫暖 - 就是現在我 - 一點都不覺得冷 - 我剛剛在辦公室裡面的時候 - 覺得很冷 - 官網還沒看到 - 因為這是未來的 - 因為這是未來新品喔 - 什麼時候上市就可能要 - 鎖定我們的官網 - 或者是IG - 或者是小楊的IG - 都會就是 - 先透露給大家什麼時候上 - 很暖國的感覺 - 真的很暖國 - 而且它真的很 - 它是厚的 - 我是156 - 穿起來的話是到 - 腳踝上3公分 - 還是5公分 - 因為我現在感受不到我的腳踝在哪裡 - 然後我穿的就是補貨道的襪靴 - 大家應該有發現吧 - 這個 - 襪靴補貨道 - 這樣會不會很醜 - 這樣 - 這裡 - 這個 - 這個襪靴補貨道 - 這件 - 現在尺寸都有 - 大家可以趕快去官網看 - 尺寸都有 - 終於捕獲到了 - 因為之前很多人在問 - 昨天有看到 - 昨天有看到Tiffon你幫我們分享 - 因為他之前來我們工作室的時候 - 他有試穿 - 他就說 - 他真的太喜歡這一雙了 - 因為 - 它的第一個 - 它很貼 - 這有點難給大家看 - 第一個 - 它的 - 筒 - 是夠貼的 - 就是這邊 - 這裡是貼的 - 它是有一點像是 - 有坑條的 - 然後它是有點像 - 它是很包覆腿的那種 - 它是很包覆腿的那種 - 我跟你說這個姿勢非常的酸 -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根不會太高 - 這裡 - 這裡 - 它的根的高度是剛好的 - 然後它的頭是方的 - 這裡 - 侵略性就比較不會那麼強 - 為什麼會講到親密 - 因為昨天 - 因為昨天Tiffenley - 就是他有在 - 限制中裁推薦這個襪子 - 就是他 - 她喜歡的 - 黑褲那個 - 因為他當 - 那個時候來工作室的時候 - 他有試穿到這個鞋子 - 然後他就非常喜歡 - 所以我跟大家介紹他 - 這很適合他耶 - 對 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- 這個就真的很深 - 這個真的也很多人問我 - 因為我也覺得這雙很好穿 - 因為那個時候一上架 - 就當天就賣光 - 對對對對 - 然後後來我也是 - 就是昨天補貨 - 我也有在我的現實動態上跟大家說 - 因為好多人問我什麼時候補 - 然後還有人說他出國 - 就是下禮拜要出國 - 能不能再下賣錢 - 然後我就想說 - 馬上幫他問一下好了 - 就還好就補貨 - 然後結果真的很好 - 就是馬上有的 - 而且真的很擺到 - 快點每張照片都搭了他 - 因為他的根不會很高 - 所以走起來是很舒服的 - 走起來很舒服 - 然後他前面是有一點點方方的 - 我也覺得蠻漂亮 - 欸你們都介紹完你們的穿搭了 - 然後外套脫掉之後 - 進到室內做的穿搭就是這樣子 - 這個上衣啊 - 我剛剛穿到的時候有驚豔到欸 - 就是因為通常我不太喜歡穿這種Rowen - 對Rowen - 或者是有坑條 - 因為很容易太貼身或鮮豔 - 那我覺得這件 - 那我覺得這件還好 - 我那天有穿 - 你是不是覺得這件還好 - 撇除掉我本身 - 會不會這件是我做的 - 所以我會 - 因為他不會太 - 我沒有做很合身 - 他不會太合身 - 然後是有一點挺度 - 就是有一點厚度的 - 這樣看得到嗎 - 這樣看得到嗎 - 然後穿起來我覺得不會太顯胖 - 然後 - 我忘記拍動的手禮 - 哈哈哈 -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- 他是不是百搭俐落什麼的 - 嗯 - 溫暖百搭坑條圓領上衣 - 對我覺得這是隱藏版的 - 那個 - 大家都不知道有這件吧 - 然後他這個顏色 - 跟我現在身上這個背心裙就是很搭 - 蠻搭的就是大地色系 - 對然後我這個群洋妝介紹一下 -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好看 - 是私心嗎 - 私心推薦 - 私心推薦 - 對然後他有四個顏色 - 我現在穿的是卡其色配白條 - 因為今年不是很流行這種配 - 流行運動風 - 對但是我覺得卡其色配白條是蠻少見 - 然後他還有一個是粉配白條也很少見 - 然後我今天在我自己 - 我今天自己穿來上班去去穿黑配的第一條 - 那個就是有點酷 - 有點時髦 - 有點個性 - 有點小個性 -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又有點流行 - 然後又有點可愛 - 就是大地的顏色 - 這個配色真的蠻少見的 - 然後裡面就是隨便搭一個黑色的高粒也可以 - 白色的高粒也可以 - 然後像這樣配這種大地或是淺性色的高粒也很搭 - 有人說買黑色的 - 對啊 - 我很想看到有卡其色配白條的 - 或者是粉配白條 - 粉配白條我覺得有 - 因為大部分好像都是黑配白 - 對 - 因為我配色的時候想要配比較新一點的 - 比較春天一點的顏色 - 對 - 我記得那時候在配的時候配很久欸 - 那時髒來會 - 對 - 跟外套等一下會穿 - 已經在我身上了 - 然後就是這樣很 - 很輕便的傳達 - 搭配的是襪子 - 這個這樣子配球鞋好像也蠻好看的 - 配球鞋也可以 - 對 - 我自己的今天是配球鞋 - 配球鞋 - 我介紹完了 - 要換小腰了 - 換小腰了 - 搭了一下點 - 中秀V領排扣外套是這個 - 對對對對 - 這是這件嗎 - 排扣嗎 - 對 - 平民 - 嗯 - 其實我有點冷這邊 - 但是因為我找不到 - 對 - 我找不到裡面搭的 - 我想要穿蕾絲罩衫 - 但還沒有找到 - 我就想說好 - 那我這樣簡單搭配也可以 - 就是 - 這個也是大地色系 - 對 - 是一個樹 - 我就是想說用輕鬆的穿搭法 - 就是你可以 - 因為我身上這件是針織坑條的 - 那個針織群 - 我剛剛是穿灰色 - 我剛剛是穿灰色 - 我覺得這件黑色 - 我自己覺得很顯瘦 - 蠻顯瘦的耶 - 因為它後面有一個開場 - 而且它不會到很貼 - 所以就看起來很瘦 - 因為它是這邊鬆緊 - 然後這邊它的寬度很寬耶 - 喔 它采織好好喔 - 因為一般就是針織群會很貼很貼 - 我就會很害羞 -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肉肉型的女生 - 然後我就不喜歡穿泰荷的 - 但這件讓我覺得說好舒服喔 - 我好像每天都穿它 - 因為之前有一款是比較貼的 - 對 - 這個真的可以每色都買耶 - 你剛剛穿有覺得嗎 - 可以購入耶 - 你剛剛穿灰色的 - 我喜歡黑色 - 因為黑色比較... - 因為我覺得灰色我有點害羞 - 你穿會嗎 - 你穿會嗎 - 那我等一下再試試看 - 因為的確黑色就是最安全的顏色 - 就是你不管穿任何的上衣 - 任何顏色上衣啊 - 條紋啊什麼 - 就跟黑客的道理一樣 - 而且我覺得它的質感很好 - 我覺得它質感真的很好 - 因為其實這一件呢 - 等一下我裡面有穿小可愛 - 這樣露出一點小可愛嗎 - 好像也蠻可愛的 - 因為它其實它的尖 - 尖綁在這裡 - 然後你把它拉到邊邊 - 這麼低 - 然後我是比蕭喜歡穿這樣子 - 就是很喜歡 - 韓國人不都是... - 對 - 不穿韓國的這樣 - 對 - 衣服都穿到後面嘛 - 就這種有一點微露的感覺 - 剛剛有人問小楊的裙子 - 品名是什麼 - 是簡約俐落坑文針之中長 - 這感覺等一下可以立刻去下展 - 一定要下展你沒買 - 誰沒買 - 它最適合啊 - 可以 你也可以 - 我也可以 - 你也可以 - 露出也可以 - 然後我就想說 - 我配一個這個 - 比較有點綠 - 它不是薄荷綠 - 它是很舒服的那種 - 有點青草色的感覺 - 對 有點青草色 - 對 - 然後我覺得它... - 就是它配黑色 - 你也不會覺得說 - 會老氣或者是什麼 - 而且剛剛配那個咖啡色的那個 - 很好 - 對...我想說先講完 - 好看欸 - 然後又是泡泡秀的外套 - 最近我也很喜歡這種綠色 - 它就是因為很可愛欸 - 它就是寬寬的 - 又不會顯黃 - 拉出來 - 這個我覺得它很可愛的是 - 它的扣子沒有做到最下面 - 它有一個小開掃的感覺 - 它的扣子是到這邊 - 這個羅紋 - 下擺的上面 - 然後你就穿牛仔褲 - 你就會有這樣子 - 一點點造型 - 造型的感覺 - 然後我剛剛是想說 - 我想要讓比例好一點 - 所以就把它扎進去裡面 - 嗯 - 扎一點點 - 這樣看起來腿真的很長 - 對阿 - 你就先想說扎一點 - 沒有 因為我肚臍在那邊 - 我拉到這 - 哈哈哈哈 - 可是我穿很 - 很長欸 -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 - 因為我這樣其實在辦公室會冷 - 因為我剛剛有聽可瑜說 - 主題是外套的穿搭 - 外套 - 外套 - 有點像洋蔥式的穿搭 - 洋蔥式的穿搭 - 那所以 - 如果你今天只穿這樣 - 不可能再太冷了 - 你可以太冷了 - 就是你可以再穿這個 - 圍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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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空 - 因為你這邊是空的嘛 - 其實我們上班應該就是這樣吧 - 對 - 今天上班還穿羽絨外套 - 我們就在穿羽絨外套 - 就是上班就是這樣子 - 而且我覺得這個 - 這個圍巾真的超薄的 - 真的很麻煩 - 真的很麻煩 - 這兩色你們有覺得很搭配嗎 - 我覺得蠻搭的 - 而且很可愛 - 說不出來還有什麼 - 溫柔的感覺 - 對 - 就是蠻可愛的 - 大家都不想這個 - 然後我也是想說 - 它可以這樣子 - 像我的圍巾有時候我會這樣子 - 因為這樣感覺比較瘦 - 因為它會整個拉床的感覺 - 黑色 - 黑色又被遮住了 - 對 - 然後還有什麼 - 所以但是這個我覺得 - 我外面應該也可以搭外套 - 應該也可以 - 因為它裡面那一件沒有到很方 - 雖然我裡面那件是外套 - 但是我覺得好像 - 還是有毛黃熊寶寶的咖啡色 - 胃熊寶寶好像會 - 會好像會塞不起來 - 可能要大衣的那一種 - 這種大衣外套也好像很可憐 - 為什麼我這裡已經暫停了 - 暫停嗎 - 暫停嗎 - 沒有啦 - 對 - 其實要啦 - 因為現在這個天氣這邊會很冷 - 裙子163要穿幾套 - 163你的身材 - 你是瘦的還是微露型的 - 因為我158我穿S號 - 我穿S號這邊還有那麼大的空間 - 因為它的彈性應該算蠻好的 - 真的很好 - 它可以在這裡 - 很真實 - 欸 Venessa說它斷線了耶 - 格紋外套等一下 - 佩奇會穿 - 那你覺得我這套有介紹 - 那我覺得我穿襪靴也肥 - 但是我今天是搭了球鞋 - 比較休閒的感覺 - 搭襪靴好像會腿感覺會很長的那一個感覺 - 好像會喔 - 穿襪靴是稍微有一點點大人 - 但是我今天想走休閒的路線 - 用手機看斷線耶 - 毛籠綁帶外套新品 - 我們剛剛有穿 - 你等一下可以再回去看那個回播 - 那我去換下一套 - 好啊 - 我很推薦我身上這一套搭配 - 希望你們可以 - 還有這個微信 - 小陽師新推薦 - 綠佩咖 - 好 - 好 - 那我換我進來 - 大家想說看格紋外套 - 我把它穿在這邊 - 佩奇今天都是穿很多層次 - 外面的這件外套是之後的新品 - 而且妳這樣戴好可愛喔 - 我覺得這件外套非常的可愛 - 超可愛的耶 - 但是不知道不確定什麼時候會上網 - 而且很少看妳穿 - 穿窮鞋 - 是不是 - 哈哈哈 - 妳好像沒有穿過Benz對不對 - 沒有我沒有Benz啊 - 很少 - 只有唯一一雙小白鞋 - 對 - 阿根鞋 - 對 - 妳好像很少穿布鞋 - 對啊 - 我現在才發現 - 我好像都一直買什麼高鞋 - 我這次沒有講馬鞋 - 因為她喜歡穿 - 馬鞋 - 因為她喜歡穿鞋子 - 對啊 - 好啦 - 大概就稍微戴一下 - 然後隔文外套在這邊 - 就是 - 它的長度 - 比我印象中會長一點 - 好像是做比較休閒一點 - 好知性喔 - 但是如果做短版的話 - 好像看起來就會比較正式對不對 - 所以我覺得長一點好像會 - 看起來比較休閒是比較好 - 因為其實我覺得隔文外套型真的蠻好搭 - 蠻好搭 - 而且它這是有出 - 除了這個 - 還有一個杏色的 - 還有杏色 - 它這個線是不是帶一點藍色 - 它是枝杆簡約雙扣隔文外套 - 好像沒有 - 杏色不知道在哪裡 - 但是 - 春天的話 - 我覺得杏色也蠻好搭 - 好像杏色也可以搭這個 - 但是現在不見了 - 沒關係 - 大家可以上衣 - 但是上衣跟我剛剛是同一件對不對 - 對 - 我這件上衣是跟可瑜 - 是同一件 - 這個 - 它是羅文的上衣 - 然後 - 這樣子搭好像好看 - 欸我想要推薦這個褲子 - 這褲子很 - 腿很壯欸 - 這個褲子跟一般的 - 一般的 - 學紡褲不一樣欸 - 但是 - 這是 - 這是我以為一般學紡褲都是 - 寬褲啊什麼的 - 但是它是做 - 這是直頭嗎 - 很顯瘦的感覺 -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- 就是讓你整個腿 - 整個都拉長了 - 就是它的腰 - 我穿是剛好合的 - 然後它這邊也是剛好是貼的 - 它只有下面是直接直直的下來 - 變直頭 - 佩吉穿的褲子的話 - 是俐落感單扣休閒長褲 - 其實model穿起來有點九分 - 九分喔 - 對 - 我穿就是長褲啦 - 對 - 但我們正常大概就是長褲 - 然後我覺得搭球鞋這樣搭很可愛 - 而且這腿看起來超爽的 - 但新中外的話好像可以用P的 - 就是比較不會 - 看起來不會更正式的感覺 - 這樣子 - 把它擦口袋這樣 - 這樣好像也不錯 - 這樣很好看 - 對 - 可是我也蠻推薦杏色 - 因為我覺得性色可以一路穿到春天 - 比較少進的格溫外套 - 但是如果你衣櫃裡面比較多暗色系的話 - 還是就是買黑白格 -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剪裁 - 是它的扣子 - 它扣子是四顆扣的 - 然後這邊有個口袋 - 是真的口袋 - 你可以放零錢 - 放手機之類的 - 很強要真的口袋 - 真的口袋 - 然後它的外套的份量 - 不是會那麼重的感覺 - 它是 - 就是 - 輕 - 有點輕的 - 但是又不會 - 覺得它的質感很好 - 它的質感就算是還不錯的 - 看起來很瘦 - 而且不會很容易 - 不會腫 - 就是最怕那種 - 有些綿麻的襯衫 - 會很容易腫 - 但是這個不會 - 你看裡面 - 你看裡面會不會腫 - 為什麼它這隻不能看起來 - 對阿 - 我的這個中斷了 - 我不知道為什麼 - 手機壞掉了 - 跟我一樣 - 那個 - 像這裡還有欸 - 它這什麼款一樣 - 對啊有些 - 我再穿進去 - 然後它的肩線 - 我覺得設計得剛剛好 - 所以它沒有落肩 - 它沒有落肩 - 然後也沒有做到非常的 - 正式的那種肩 - 妳這套非常好看 - 有一種珠惠心 - 對 - 對 - 超知性的 - 而且很少看佩儀穿都不知性 - 沒有感覺是 - 很能幹的 - 對 - 世界女強 - 我只差一眼 - 對 - 我只差一眼 - 不行你戴眼睛變分 - 我那眼睛就要上課的感覺 - 看起來就是主管級的感覺 -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PIZZA - 我覺得現在穿早上有點變 - 不過再講一次 - 這個褲子真的很顯瘦 - 是俐落 - 是我的款 - 單扣 - 什麼什麼褲子 - 小儀這款 - 它有很多顏色喔 - 它好像是第六名欸 - 是前三名的 - 大家有發現欸 - 後面沒有口 - 它是俐落感單扣休閒長褲 - 它還有別的顏色 - 它還有綠色欸 - 還有粉色 - 還有粉色 - 這有在流行的 - 我覺得還不錯 - 可以休閒也可以正式 - 好了 - 大概就這樣 - 好了大家想問問題嗎 - 現在就是 - 因為這種天氣 - 很好很可以 - 現在的天氣就是很冷 - 欸我可以開始講了嗎 - 裡面的上衣是 - 羅文 - 超到超到 - 羅文的上衣 - 還好嗎 - 這是之前 - 這是之前 - 喔是在賣這個 - 喔是在賣這個 - 好那我們換可以 - 當秘密 - 就是現在這個天氣 - 你走在外面 - 你一定要加一個大衣嗎 - 大衣大家 - 家裡衣對 - 應該都已經有了 - 如果沒有的話 - 也是可以上Puzzle買 - 這一件是 - 什麼時髦剪裁的那件 - 長板大衣 - 那件我最喜歡 - 它後面這個設計 - 超可愛的 - 因為我是男友 - 要謙虛的 - 然後呢這一套介紹 - 這樣看起來就是很 - 一般對不對 - 那要講著 - 就是你進到咖啡廳 - 或是你進到辦公室 - 大家以為你裡面就是 - 好可愛喔 - 大家以為你裡面就是這個 - 是不是有點曝光 - 過曝 - 大家以為你裡面就是這個 - 挑完成才有沒有 - 結果你脫下來 - 好累喔 - 結果你在演 - 哪一處 - 我在演那個狀況 - 結果你到咖啡廳或餐廳 - 坐下來 - 欸 你裡面竟然還 - 剛深 - 都是深色 - 結果你裡面還 - 藏了一個這個可愛的顏色 - 結果鏡頭上好像有點拍不出來 - 它有點像之前的那個學子 - 但拍...為什麼鏡頭上這麼矩啊 - 可能因為我們有換... - 妳幫我看一下它是什麼顏色好不好 - 它是... - 藕紫色 - 它是藕紫色 - 藕紫色 - 就是小羊說它覺得最漂亮的那個顏色 - 這一款也賣很好欸 - 嗯 - 然後它是甜分坑條 - 針織外套 - 它有很多顏色 - 然後它有一點微短板 -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組織是這樣子 - 然後這邊 - 也很可愛 - 你就可以搭在大衣的裡面 - 然後可以跟大衣的顏色 - 有一點虛格 - 有一點跳色的感覺 - 你脫下來的時候 - 大家就會很驚豔說 - 哇 - 你裡面竟然是這樣 - 春天的感覺 - 因為你剛剛外面就是深藍色 - 也是春天 - 深藍色的大衣嘛 - 外套的顏色 - 外套我覺得藕紫色最漂亮 - 而且妳這樣好像很適合上班族穿欸 - 欸 - 妳可以幫我拿一下別的顏色嗎 - 我覺得黃色也很可愛 - 我剛剛有看黃色我覺得黃色很可愛 - 藕紫穿起來就是很溫柔的感覺 - 黃色配牛仔褲很可愛 - 這個是黃色 - 然後這個是卡其色 - 其實黃色也可以搭對不對 - 黃色配牛仔褲 - 黃色好像很顯白欸 - 黃色很顯白 - 很可愛 - 我就很...我黃色也... - 我喜歡藕紫跟黃色 - 就可以穿在大衣的裡面 - 多層次穿搭 - 她的袖口是做寬的 - 袖口是做寬的 - 就是它不是窄的 - 因為很多針織應該都是做窄的 - 可是它是做寬的 - 所以裡面就可以塞衣 - 對 - 對 - 我也會這樣搭 - 這是韓國很流行這樣子 - 因為他們到室內 - 就還是要拍... - 對 然後還是要拍照 - 還是要拍... - 因為韓國室內就會開暖氣 - 因為它如果裡面直接穿這襯衫就有一點淡調 - 黃色顯白 - 再讓大家開一次 - 這是卡齊 - 卡齊 - 然後這個是黃 - 有嗎? - 有啦...應該是有 - 黃色...有耶... - 大家說有耶 - 還是你今天光打得很漂亮 - 很有氣質 - 珍珠外套很好看 - 珍珠外套很好看我也覺得 - 而且它蠻很好 - 大家眼光都很好 - 看 - 然後呢... - 再來戳掉 - 妳好忙碌喔 - 妳好像有點忙碌耶 - 等一下我要看一下這件的名字 - 欸可以 - 妳借我穿擦一下 - 我再換下一套 - 我穿... - 因為我剛剛穿這一套 - 然後我想說 - 那個熊熊外套 - 也可以配成... - 也可以配這咖啡色的 - 剛剛很多人在問咖啡色的 - 對我想說穿一下咖啡色的 - 咖啡色真的是 - 從背後看就是一直是熊 - 愛自己熊啊 - 會很想要擁抱 - 會很想要擁抱 - 會想要擁抱你啊 - 這樣 - 妳看這樣配很可愛 - 就是... - 都是同色系 - 然後配黑色的褲子 - 就是有腰身的話就是綁帶子 - 去看這樣這樣這樣 - 嗯... - 這是... - 這是卡其色的 - 好... - 那換妳 - 我繼續 - 然後把剛剛外套戳掉之後 - 接放的概念 - 剛剛有人在問這個身材是不是灰條 - 它不是欸 - 它是... - 只是鏡頭... - 可能要這麼鏡 - 藍色 - 它是藍色 - 這個條紋的有很多顏色 - 就是它的條紋的顏色不一樣 - 這一款也是這禮拜的主打款之一 - 然後呢 - 條紋身材大家應該衣�裡面都有吧 - 然後這一件不一樣的地方是 - 它是蓬蓬袖的 - 它是要做自在感... - 立馬就忘了 - 隨性自在感蓬蓬袖條紋襯衫 - 它就比一般的條紋身材更可愛一點 - 就不會那麼正式 - 它是這樣做蓬蓬袖 - 這邊有抓皺 - 然後這邊也是這樣蓬蓬袖的 - 這是我剛剛穿在這個外套裡面 - 然後它好像跟黃色的外套也可以搭 - 然後跟藕紫色跟卡其色都可以搭 - 然後很簡單就是下面配一個牛仔褲 - 我是穿上禮拜的牛仔寬褲 - 然後配挖鞋 - 就可以了 - 大家都喜歡條紋襯衫 - 襯衫 - 因為很少就是條紋襯衫有做蓬蓬袖的 - 我想看質感時髦剪裁想買後外套 - 我剛剛有穿啊 - 這是這一件對不對 - 質感時髦 - 這個 - 對 質感時髦剪裁想買後外套 - 那我現在裡面就先不穿那個 - 針織外套直接再穿一次這個 - 好像上班都會這樣穿欸 - 它很有那個分量感 - 蠻重的 - 然後也很保暖 - 然後我156穿起來是到這邊 - 小腿一半 - 然後剛剛小楊有說他喜歡後面的 - 這個設計 - 拉環 - 對 - 劉比你要不要拉走我 - 哈哈哈 - 妳要不要試試看一隻 - 然後你朋友就可以這樣 - 把你拉走 - 為什麼我都要用很多情境具啊 - 這是一個設計感 - 襯衫可以拉出來嗎 - 可以啊 - 這件襯衫我很喜歡 - 它還有綠色 - 綠色我有穿 - 它拉出來的長度是剛好蓋住這裡 - 蓋住大腿根部 - 然後這邊側邊 - 也有開插 - 所以如果你想要紮衣服也是很方便 - 我覺得夏天的時候 - 也許他可以把他扣子打開 - 然後變一個結 - 可以配短褲子 - 然後你就可以 - 配寬褲也蠻好看的 - 可是我可能無法 - 因為我的肚子 - 我也是 - 肚子可能要先撿一下 - 我也是 - 有人說褲子腿有長是哪一款 - 讓我來幫大家接受 - 也是可遇的寶寶 - 是上禮拜的 - 這個我這次連穿我覺得 - 其實他蠻瘦的 - 對啊 - 而且他這個腿看起來真的很差 - PS901 什麼 - 對啊 我今天是不是畫面看起來有一點 - 還是我幫你綁綁綁看 - 綁綁綁起來 - 不會露出那個 - 等一下會你這樣被我媽媽 - 你那麼胖還在那邊綁什麼端飯 - 這樣應該還可以吧 - 你說下班之後 - 就改成這樣 - 然後出去玩 - 換上化學 - 這樣 - 這樣有一點點腰身 - 這樣看起來好像會更高 - 對啊 - 我不會點到 - 看起來好像會更瘦 - 這樣看起來好像更高 - 這樣看起來好像更高 - 因為這邊 - 上半身 - 就是上半身變短的時候 - 你就會看起來比較高 - 畫學 - 配畫學很好看 - 好 我介紹完了 - 好 - 介紹完了 - 這套很複雜 - 對 我介紹了很久 - 我剛剛出來想說 - 我真的有點 - 太多了 - 太多格紋 - 你說帽子也去格紋 - 因為剛剛有人說想看 - 因為你剛剛出來 - 你剛剛在旁邊搭配 - 剛剛就佩奇抽起來 - 她就把她拿過 - 就是因為剛剛有人問 - 那個刺繡有沒有 - 刺繡的 刺繡的 - 然後我就想說 - 我本來沒有要搭格紋外套 - 本來就是這樣子 - 但好可愛喔 - 就是格紋外套 - 你也可以拿在手上 - 就是比較 - 你就這樣拿著 - 反正有點流行的 - 會變要穿著 - 就是拿著就好 - 然後這件是做很寬秀的感覺 - 然後我是想說 - 因為今年真的很流行 - 紫色 - 然後這是有點 - 灰灰的紫 - 灰紫色 - 然後它做寬秀 - 好可愛喔 - 然後還有這樣 - 內刷毛 - 內刷毛 - 寬秀的感覺 - 然後我想說紫色 - 我本來剛剛想說 - 下面我可以搭灰色 - 黑色 - 然後我想說 - 那我來試試看 - 就是剛剛那針織群 -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一款 - 我來看看說 - 這個顏色會不會顯胖 - 搭了米色的感覺 - 不會顯胖欸 - 我覺得很瘦 - 最胖的地方被遮住 - 被這一款遮住 - 這很瘦欸 - 因為 - 這個款我覺得做得蠻好 - 就是 - 它剛好到 - 那個屁股最胖的地方 - 這裡 - 剛好之後遮住了 - 然後又剛好露出了小腿 - 最細的地方 - 這是最瘦的這個 - 對啊 - 好瘦喔 - 這一款裙子可能可以包色 - 這也可以 - 然後我想說 - 因為真的胖的在這邊 - 還是不要拉起來好了 - 對阿 - 我剛剛就有點變模 - 對 - 我剛剛就沾那個 - 可是你看我這個上應該可以遮那個 - 最胖的地方 - 但我覺得這還是比較露出來好了 - 然後 - 就想說 - 呃 - 袖子也是這樣寬寬的 - 就是也是這種 - 哈哈 - 倒一句 - 哈哈 - 的感覺 - 就是有點古裝 - 古裝 - 這樣怎麼搞不好 - 現在是流行了吧 - 現在就是寬秀 - 現在就是寬秀 - 是流行 - 然後這個英文字母其實是 - 美好的一天的法文 - 就是很喜歡這種就是 - 自己想一些 - 我自己也想要穿在身上的字體 - 然後它是凸凸的刺繡 - 刺繡也是配紫色的 - 很可愛 - 很可愛 - 紅色系的 - 很可愛 - 然後我想說我帶了 - 本來我想帶棒球帽 - 後來我想說棒球帽好像比較常戴當 - 然後就帶了這週上 - 抱頭帽 - 對 - 想說有一點點流行的元素在裡面就可以了 - 就是平常你這邊好像是比較休閒的搭配 - 然後你就配這個 - 然後 - 而且把頭髮藏進去好像也很可愛 - 對啊 - 因為我把麻尾我就懶得那個 - 再拆掉 - 然後就直接 - 這樣很可愛 - 而且這個帽子很好的地方是 - 它會把頭髮都藏起來 - 因為它這邊空間很大 - 真的很可愛 - 而且我發現它有一個地方 - 喔這要調 - 可以調大小 - 你的頭圍如果是很大或很小 - 你都不用擔心 - 因為這邊可以 - 它可以調耶 - 你可以自己調大小 - 因為我剛剛把它調緊了一點 - 鬆緊但 - 它其實可以調的方圍蠻大的 - 而且它其實在後面其實看不到 - 嗯 - 就是被上面那個蓋子 - 因為它上面 - 這邊它的泡泡會 - 會折住它 - 所以根本就看不到 - 對 - 就覺得這樣子蠻可愛 - 而且它就可以剛好卡在我的頭髮這邊 - 然後你就是這個弧度型的 - 弧度就蠻好看 - 然後 - 因為我覺得這個款式 - 這個叫做爆頭帽的款式 - 對爆頭帽 - 有的很膨 - 然後這一款是我們選到的 - 就是覺得很好看的 - 就是你這樣子變成棒球帽的感覺 - 或者說有一點點斜斜的帶也可以 - 就是它不會太可以一個圓圓的在這邊 - 不會不會不會很可愛 - 是一個隨性的感覺 - 就是搭一個帽子 - 我覺得臉會看起來比較小 - 然後我自己 - 平常如果這樣穿搭的話 - 我就是把一個馬尾就可以了 - 對 - 球球的這個 - 球球的 - 輕購入的 - 球球的 - 對 - 還有這個 - 這超辣的欸 - 而且它的耳朵是 - 耳朵配件 - 這樣自拍的話好像蠻可愛 - 好可愛 - 就是可能要有一個人幫我搭一下這邊 - 就會變得很可愛 - 它的耳朵好可愛喔 - 很好笑的 - 一定會有人說這有賣嗎 - 沒有 - 沒有 - 搭配 - 就是我自己買的 - 很可愛 - 帽子有賣喔 - 帽子這週上了四款 - 已經有一款賣完了 - 這週其實上了蠻多配件 - 有一個粉紅色的賣完了 - 紅色賣完了 - 然後這頂我就是覺得這頂是蠻小 - 小臉帽我覺得 - 可以就看起來變瘦了 - 對 - 好 - 我介紹完了 - 可是我沒穿外套 - 好像跟帽子是一起的欸 - 對 - 就是 - 這個穿任何外套都可以啦 - 我是想說 - 紫色配一點點流行的格紋 - 我覺得還不錯 - 然後對 - 就像可依說 - 剛剛是灰色 - 這樣你其實不會覺得這顏色 - 太多太複雜 - 你們今天是團體嗎 - 現在 - 我們來個團體 - 那我歡迎下一個團體 - 那我歡迎下一個團體 - 好 - 我們現在示範的是 - 我們今天最後的一套 - 最後了 - 你們還要換嗎 - 還要換嗎 - 還要換什麼 - 看你有沒有想知道 - 我們兩個結束了 - 我們兩個最後一套 - 我們兩個最後一套 - 我們兩個最後一套 - 那我去看一下 - 然後這件我自己是很喜歡 - 黑色的 - 這件是MIT清新感下擺拼接 - 內穿毛上衣 - 好 - 可依跟我的穿搭 - 我穿灰 - 他穿黑 - 好 - 我們要怎麼介紹 - 那我就介紹 - 就是 - 他這件很可愛 - 是因為他袖口 - 他有做 - 這個襯衫 - 的 - 這個設計 - 就是他是流行的元素 - 而且還很流行 - 這樣手上這邊有一條 - 對啊 - 這邊還有一個扣子 -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- 這沒有什麼 - 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- 不過就是一個裝飾 - 不要幫他們繼續 - 然後他是夾兩件的 - 他是指導的 - 袖口跟下擺是做拼接的 - 而且他袖口好可愛喔 - 對啊 - 我們剛才已經介紹完了 - 你不要後知後覺 - 我喜歡不行喔 - 然後我現在是裡面是內搭 - 那個景深黑褲啦 - 對 - 因為如果跟我一樣 - 比較怕冷的人 - 其實我沒有很怕冷 - 我剛說 - 其實我是比較怕冷的人 - 對 - 你應該是要搭黑褲吧 - 可是你已經穿黑褲了 - 但是 - 對啦 - 如果比較怕冷的人 - 可以裡面穿黑褲 - 然後再搭靴子 - 或是也可以像可依一樣 - 就是單穿 - 然後搭球鞋 - 但是我跟大家說 - 單穿的時候 - 裡面還是要穿短褲 - 因為你這樣舉的時候 - 它會縮起來 - 但是我現在沒有穿 - 所以我現在不會舉手 - 我知道 - 因為它側邊 - 是比較短 - 因為它這樣拉的時候 - 它整件會 - 就它這邊 - 袖子是這樣 - 所以它拉的時候 - 它會拉起來 - 如果你想要像我這樣單穿 - 你裡面還是要穿褲子唷 - 可以穿一個牛仔短褲 - 牛仔褲吧 - 對 - 但我現在沒有穿 - 我現在不能拉起來給大家看 - 但是它我覺得 - 它這個下白很可愛 - 就是很像穿了一件襯衫在裡面的感覺 - 而且很寒可 - 然後它這個裡面是有刷毛的 - 是有刷毛的 - 它是有刷毛的 - 裡面加發熱衣啊 - 發熱背心啊 - 或是什麼衣服都給它穿進去 - 保暖褲啊 - 什麼都給它穿進去 - 你要穿刷毛的內大褲 - 也是可以搭的 - 然後就可以直接出門了 - 好像講得很簡單 - 然後我的帽子 - 它也是有賣的 - 然後是 - 欸 - 就是 - 它有 - 紅色已經賣完 - 剩下黑色的 - 它是有點 - 嗯 - 這算幾皮嗎 - 這也不算幾皮 - 它是有點 - 絨布的感覺 - 微絨 - 它摸起來有毛線球 - 還是有絨布的感覺 - 對 - 裡面是 - 裡面是 - 拼米色的 - 哈哈 - 後面可以調整 - 它是整個 - 而且它後面那個 - 質料都是做絨布 - 後面有那個字 - 很可愛 - 後面有字喔 - 後面有這個 - 你再低下來一點 - 這裡它後面有字 - 它好像快疊到 - 這裡 - 好 - 然後如果粉紅色沒有買到的話 - 我覺得可以買 - 欸 - 這是 - 這是小羊的意思嗎 - 哈哈 - 哈哈 - 果蛋的帽子不知道有沒有賣 - 好像是之前 - 沒有嗎 - 看一下 - 因為這禮拜上的很多帽子 - 都沒有在我們這邊 - 我剛剛找不到 - 沒有 - 然後剛剛很多人說 - 我很甜美 - 我有嗎 - 我不是很甜美 - 跟我相比吧 - 可是欸 - 妳的鏡頭歪勒 - 因為我不是很甜美的女生 - 因為我不是很甜美的女生 - 我是蠻帥氣的女生 - 兇 - 她很兇啊 - 我哪有 - 對 - 但是這樣穿就是很 - 就是很方便 - 我就是很喜歡這樣很輕便的女生 - 對啊 我覺得這個好像蠻適合 - 因為它是one piece - 然後又有幫你搭配好 - 然後我又很喜歡裡面搭成這樣 - 對 - 它就是整個幫你搭好 - 搭好但是又是one piece - 雖然不是我的款 - 但是就是我的菜啊 - 對 - 而且其實女生 - 我覺得很像女的菜 - 我覺得女生自己本人 - 其實都喜歡穿這樣舒服 - 都滿鬆鬆的 - 而且它也不會到非常 - 而且它也有設計感 - 而且它也有設計感 - 就是整個 - 都幫你都搭好好的 - 新品越來越棒 - 真的喔 - 我跟你講 - 準備接下來還是有很多 - 要燒死大家的東西 - 對 - 我看不到 - 我看不到 - 看不到什麼 - Peggy的鞋子是未來新品嗎 - 你說得 - 沒有欸 - 這是我自己 - 那個買的 - 這是我買的 - 這是我買的 - 樣子是甜的 - 好喔謝謝 - 想說最好 - 拍一下 - 剛剛有點感想說 - 啊 - 因為真的 - 這做很多大學廳 - 然後我很喜歡 - 就是有點小設計的 - 就是我 - 因為我平常也會穿比較 - 休閒感覺的 - 然後我就 - 搭了一個這個 - 我換了一個另外一個風格 - 就是 - 比較 - 啊 - 比較 - 有點 - 大人 - 就是有點造型的 - 然後因為剛剛是 - 休閒感覺的 - 然後我穿的也是這個 - 瓦靴 - 那這個瓦靴 - 那這個瓦靴 - 是我穿正常的 - 尺寸 - 正常的尺寸 - 照正常尺寸 - 條就買就可以 - 然後它就剛好 - 到我的小腿一半 - 然後但是因為這個裙子 - 比較長 - 然後我想說 - 好像可以稍微把它 - 折下來 - 折下來 - 喔它可以 - 也可以折下來 - 因為我有時候會這樣折欸 - 這樣好像看起來 - 比例會更好了一點 - 這樣也可以啊 - 這樣也可以啊 - 這樣也可以欸 - 因為它是腕靴 - 它是軟的 - 所以你要整個 - 多怎樣都可以 - 這樣好像可以學到一招了 - 然後我就喜歡這個 - 就是側開插的造型 - 腿看起來超長的 - 就是側面腿超長 - 因為你的故意 - 故意就是穿這個針織裙 - 我的肚臍在這邊 - 然後我裙子拉到這裡 - 然後裙子拉到這邊 - 所以這邊感覺就會 - 腿很長 - 就是它會有視覺拉長的效果 - 然後這件很可愛的地方是 - 它除了是泡泡袖之外 - 然後它還有這種 - 就是這邊側開插 - 就是我感覺它就會拉長身體比例 - 這超可愛的 - 然後你只要配個襪靴啊 - 或者說球鞋其實都可 - 因為我本來是 - 其實是穿上球鞋 - 但是我想說 - 好像可以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- 嗯 - 然後 - 我158公 - 穿這個裙子我穿來S號的 - 然後這個也可以配這個 - 對也可以配格紋 - 一定想要配一下格紋 - 格紋 - 外套 - 就是搭著就可以 - 你這樣子去 - 這樣好像也很好看 - 欸 - 這樣很好看 - 這樣有一點造型 - 對 - 再戴個眼鏡啊 - 對好像可以戴個眼鏡 - 嗯 - 側開插 - 我穿 - 志涵說我穿外靴很甜美 - 真的喔 - 哈哈哈 - 外套應該有點點辣 - 但我覺得 - 因為外套 - 它已經 - 這次應該是最後一次 - 補貨了 - 最後一次補貨了吧 - 對 - 然後所以如果你們有喜歡 - 你們就把它帶回家吧 - 因為現在尺寸好像都還有 - 對 - 然後我也想要 - 我好像要再去穿一下 - 明 - 如果有發了我的MG的話 - 限學 - 妳就會看到 - 我有PO一個很可愛的小物 - 這個是 - 所有人都 - 一定 - 一定 - 需要的 - 自白的 - 一定需要的 - 就是你有坐 - 那個 - 公車 - 現在可能也需要 - 如果外面有 - 走路的時候 - 跟天氣 - 有關的時候 - 好可愛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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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這有兩個款式 - 想要粉 - 這個可以先講吧 - 對對對 - 反正都拿出來了 - 對 - 這個很可… - 嗯… - 打不開好 - 它會被保護著 - 然後這個是泡泡先生 - 然後明天早上10點 - 我們也會上家泡泡先生 - 然後是 - 算是泡泡先生 - 最後一檔 - 因為我們已經是 - 最後一次跟泡泡先生 - 合作 - 聯名企劃了 - 所以如果你們有喜歡 - 你們就趕快把他帶回家吧 - 然後… - Peggy出來了 - 沒關係你就順便介紹 - 那我順便介紹好了 - 打開了好了 - 因為你要換衣服對不對 - 還是我… - 我介紹嗎 - 別換了 - 好了 - 要嗎 - 那你換那一件 - 那一件 - 有一件A的 - 我已經拿過去了 - 這有兩個圖案 - 一個是 - 只有他 - 單純泡泡先生本人 - 然後一個是 - 集合泡泡先生的所有家族 - 集合泡泡先生的所有家族 - 集合泡泡先生的所有家族 - 好慘 - 對 - 這不能打開給大家看 - 可以給大家看 - 可以給大家打開 - 可是你有沒有聽說在室內開始當中不太好 - 我是沒插啦 - 你是沒插 - 那還沒撐齁 - 我撐牛的真的出現怎麼辦 - 那我們再打開 - 有兩個 - 然後這個頭是我們特別去訂 - 這真的很可愛 - 我們跟工廠這個就花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- 這真的很可愛 - 真的假的 - 從佑華去英國之前 - 那很久欸 - 大概一年 - 這個雨傘不能隨便放在Seven外面 - 一定會被偷走 - 一定會被偷欸 - 這好可愛 - 然後我們還有就是 - 去跟廠商討論那種人體工學 - 你說握起來 - 好不好握 - 多大 - 或怎麼樣之類的 - 而且我剛才發現它這個是寬的 - 寬的很貼心 - 對 - 寬的很貼心 - 寬的很好收納 - 對 比較好收納 - 很好收起來 - 50寬的 - 大家想想打開 - 這個一定要有 - 這個好可愛喔 - 這個我覺得明天會被搶跑 - 還是先不要打開 - 一時就要趕快先搶 - 然後明天大家上官網看裡面的樣子 - 那我不要打開這個 - 對啊這感覺很繽紛 - 各個家族的我先不公佈 - 各個家族的我先不公佈 - 各個家族的 - 就是家族裡面所有人的這個雨傘 - 等明天你們自己上官網 - 上官網看 - 我不公開 - 然後我先說這個 - 只有一個個人的 - 他本人的 - 一隻獨手的概念 - 對 因為這個我有曝光過了 - 這個也是限量 - 然後明天就是 - 我們應該會 - 明天會有一個 - 還會有衣服 - 然後只是說覺得好可愛 - 這個先告訴大家 - 而且明天會有一個贈品 - 也很可愛 - 這個是只能下旅用對不對 - 它沒有 - 它好像沒有發 - 它沒有發 - 但是現在好適合喔 - 因為它是輕的 - 立刻走出 - 因為只要我們一年前就 - 就在設計它了 - 那大家一定要買這個精華的 - 你們好像比較常撐雨傘齁 - 對 - 我現在我的雨傘都是水域點點 - 那個超像內褲的 - 介紹一下 - 超像內褲的 - 因為超像內褲的 - 都敢穿了 - 一定要購入這個 - 外面的都是Seven的 - 欸 - 蠻好開的欸 - 它好收 - 是好收的 - 這是 - 欸 - 這是我第一次打開它 - 感覺是好收的 - 哇 - 這是什麼購物頻道 - 它真的很好開欸 - 好 - 這好可愛喔 - 我要買粉紅色的 - 有分顏色 - 很可愛 - 粉紅色的 - 它是吃冰淇淋的 - 它在吃冰淇淋 - 它在吃冰淇淋 - 好可愛喔 - 還有嗎 - 還有嗎 - 沒有這就是它本人 - 小心 - 我常常是這樣 - 這裡還有一個 - 什麼 - 白色版的 - 好 - 白色版的 - 好 - 對 - 沒了 - 可是它這粉很可愛 - 它是淡粉色 - 這個有一個 - 這個 - 我沒有幫別人撐 - 我幫別人撐 - 黑油拉不怕 - 你要亂講話 - 你要誰啊 - 很可愛 - 不開玩笑 - 不要開別人撐 - 這樣子 - 這樣子的感覺 - 這個很適合就是 - 既然我們不能 - 不能那個 - 不能撐在人裡面 - 但是我們譬如說 - 在穿搭的時候 - 你要請朋友幫你拍照 - 你就這樣 - 就會很可愛 - 要拿第一臉 - 因為泡泡先要露出來 - 這邊 - 這樣子 - 對 - 你穿著 - 你就上衣 - 你就叫你朋友幫你這樣 - 幫你拍照 - 我的頭是在裡面 - 然後就要幫我拍照 - 頭也很好笑 - 或者背面 - 因為我是請 - 請那個 - 幫我拍背面 - 背面 - 然後出現一個 - 那個 - 那個 - 好像下雨天 - 心情也會更好 - 很可愛 - 因為就是我會覺得 - 是很療癒 - 而且你就要拿這個 - 拿這個 - 就 - 把它說 - 你不要撐這樣 - 就拿這個就很好 - 對 - 而且它的粉 - 不是很粉的 - 它是淡淡的粉 - 這個是漂亮的粉 - 對 是漂亮的粉 - 粉紅色 - 這個是我們自己 - 自己那個 - 調顏色 - 好美耶 - 因為它有很多 - 粉紅色有點太 - 現在有點太亮 - 對有些太亮 - 有一種紗 - 淡淡的紗 - 的那種粉色 - 很可愛 - 這個是明天一定要購入的 - 然後它是暗的 - 就是暗的關起來 - 對 - 就是這樣很快 - 它很有力耶 - 不像有些是那種 - 還要抖一下才能關起來 - 的感覺 - 呵呵呵 - 這個我真的覺得 - 明天一定會被搶光 - 明天一十點就要先 - 先跟大家公布的粉色 - 請大家明天好好鎖定我們的關屋網 - 有另外一位更可愛的泡泡先生 - 我們再曝光一盤給大家看 - 啊 繩子 - 這裡 - 這個是可以 - 伸縮的 - 而且它是有那個 - 你們會這樣嗎 - 會掛手 - 會掛手 - 一定要欸 - 因為雨傘有時候東西 - 會不見了嗎 - 因為那時候好像在設計的時候也是 - 因為它平常也會撐雨傘 - 有彈性的 - 可以拿來綁上髮拳 - 真的可以綁上髮拳 - 可以綁上髮拳 - 可以綁上髮拳 - 佩基來好嗎 - 那可能要髒髒 - 這個 - 這個真的 - 那個 - 一 - 一 - 群子嗎 - 一隻 - 一隻 - 雨傘不敢放雨傘下 - 這一隻我覺得 - 你真的不能放在Seven外 - 這絕對會被拿走 - 你一定要隨身攜帶 - 你就是把它這樣子 - 像佩基這樣子 - 勾在手上就好了 - 然後有人直接自己 - 幹什麼 - 他說 - 我們明天是買了怎麼辦 - 是不是都要寫名字 - 會撞雨傘 - 而且它真的是 - 滿輕 - 但是也不是很 - 就是它是有份量的 - 也不是份量的 - 就是剛剛好的重量 - 就是不會輕到會飄走 - 對不會輕到會 - 欸那它是可以被風吹的話 - 它是可以反折過來嗎 - 我不知道 - 不知道 - 你要找一個來的風嗎 - 出去試試看 - 張特培長 - 我們試試看 - 好壞喔 - 等一下再直播一次 - 等一下再直播一次 - 再看佩基 - 在大樓下面 - 先把它關起來好了 - 因為像我們公司樓下 - 那個就超大 - 那個就超大 - 沒有一把傘可以信 - 我們上去環腳這樣 - 我們吹壞兩把傘 - 真的假的 - 所以如果說 - 你很愛護這個傘的話 - 然後你們公司 - 剛好是大樓 - 然後有風切效應的話 - 還是不要亂 - 先收起來好了 - 零一小段 - 欸你很好收欸 - 很快就收起來 - 對啊我不是別人收起來 - 因為我覺得 - 因為它是寬的 - 所以就比較好收 - 有可能 - 對啊應該是寬的關係 - 不然那一般會亂跑 - 好啊 - 那要介紹這套嗎 - 好跳動喔 - 哈哈哈哈 - 是不是要換這套 - 因為這個其實很多人 - 因為我有穿 - 我是格文外套 - 在我的小雜誌裡面 - 是穿T恤配格文外套 - 配這件裙子 - 然後很多人問我 - 可是因為 - 我忘記說這件是套裝 - 喔喔喔喔 - 兩個分開單 - 而且它有口袋欸 - 它的裙子 - 喔對它是有口袋的 - 它是有口袋的 - 大學T的那種面料 - 嗯 - 它有口袋嗎 - 就是有休閒的感覺 - 好像沒有 - 有口袋嗎 - 它是有刷毛的 - 它是有刷毛的 - 它有一點小小的 - 泡泡袖 - 對小小的泡泡袖 - 然後我想說 - 戴這個外套 - 白色的好像 - 好可愛喔 - 也可以 - 然後我先脫掉好了 - 這一整套我覺得是嗎 - 就是你可以紮進去 - 你也可以放出來 - 因為它就是像大學T的感覺 - 有下面這種螺紋 - 欸我現在也是穿不同 - 但我覺得它的尖線 - 跟就是大學T的感覺不太一樣 - 我紮的話是只有紮它下面的螺紋 - 它好像在更運動一點的感覺 - 對它有點休閒的感覺 - 對阿 - 然後是有點設計的 - 然後它有那個口袋 - 我是覺得它前面做那個 - 開鏟 - 就是好像會讓它變長 - 嗯 - 覺得這兩頭應該要夠路了 - 有點設計的感覺 - 因為如果拉出來好像也可以對不對 - 好拉出來 - 拉出來 - 因為有的人比較害羞 - 會不敢露肚子的時候 - 你拉出來就是這樣 - 拉出來就是 - 像色螺紋 - 嗯 - 因為這個應該是大家就是平常會可以穿的 - 對啊 - 蠻好看的 - 而且這個藍尾的很漂亮 - 而且這個藍尾的很漂亮 - 有點... - 丹鈴 - 丹鈴 - 一點丹鈴的顏色 - 好像比較少見的顏色 - 對 - 而且重點是它裡面有刷毛 - 很可愛 - 就是還蠻可以值得購入 -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大學體 - 泡泡泡秀 - 對 - 就是這樣的泡泡秀 - 你喜歡套裝型的泡泡秀 - 或者說有點小設計感的泡泡秀 - 都可以歡迎來palo.com - 你們先講我再出來 - 明天早上10點請記得 - 一起的 - 關網 - 會有泡泡先生 - 最後 - 就是泡泡泡先生的最後一檔聯名企劃 - 最後一檔 - 對 - 所以你們有喜歡的話就可以來了 - 好可愛喔 - 但是好笑 - 那我們就在這邊 - 然後現在除了雨傘之後 - 還要跟大家再曝光一個款式 - 一件型品 - 就是我身上的這個 - 嗨 - 你有看到泡泡先生嗎 - 他在吃蛋糕 - 對 - 然後他是粉紅色 - 這好像是江江畫的 - 對 - 他是印花 - 然後我剛剛有問過江江了 - 那其實是家居服 - 但是如果你搭配 - 就是搭一下外套 - 或是像我現在這樣 - 就好像可以出門了 - 就可以出門 - 你有在褲也可以啊 - 對 - 因為他裡面是有酸毛的嗎 - 沒有 - 它是沒有酸毛 - 對 - 然後他的粉很可愛 - 然後這個印花也很可愛 - 欸是因為 - 不是因為 - 是因為你嗎 - 還是不是 - 因為川江在畫這個時候想到我嗎 - 吃蛋糕嗎 - 然後他後面的字啊 - 然後他這邊後面的字啊 - 有人可以幫我唸 - I eat - Therefore I am - Young Young - I love fruit - And love you more - 就是有呼應到他前面在吃東西 - 後面就是也是跟吃 - 吃有關係的 - 有關係的 - 我是不知道江江這個概念的由來 - 還是要請他也是 - 他喜歡吃水果 - 他喜歡吃水果 - 他喜歡吃水果 - 但是他更愛你 - 對 我在想我知道啦 - 因為江江都會有一點點戀愛感覺 - 可能他在下午的時候 - 他的內心是少女性 - 對 他在下午的時候 - 可能想到他男朋友 - 對 - 然後就想要吃下午茶 - 然後他就做出了這樣的設計款式 - 然後馬帽是有捕獲 - 嗯 - 毛帽有 - 毛帽很可愛這一頂 - 欸我在這個燈上面可以看到我這邊挑人的紫色 - 我平常都看不到欸 - 我們平常也沒有挑你 - 你好像現在才講我比較挑人的 - 因為我自己也找不到欸 - 可是鏡頭上有對不對 - 可能以後要自帶一個打光 - 因為我自己喜歡找也找不到 - 這個 - 反紅色就是很可愛 - 這個是長袖嗎 - 長袖 - 然後你如果就是想要穿出門就可以像我一樣搭一個 - 大個外套 - 鋪棉外套 - 然後毛帽 - 然後球鞋就可以出門囉 - 好喔 - 那就這樣囉 - 然後 - 好啦 - 我說一下那個外套其實是因為我 - 就是我們的 - 我們設計的那個樣衣 - 但因為今天很多人問我 - 因為我早上時候是穿著出門 - 泡泡真的不要抽到我 - 但是因為就是我們來不及下單 - 今年下單就是大家收不到 - 所以 2018的冬天請大家期待 - 一定要來買這件外套好嗎 - 但你現在可以先買泡泡衣服 - 對對對對 - 就是你明年 - 你冬天的時候就可以這樣搭配 - 這樣可以嗎 - 這樣可以嗎 - 好那 - 像女翔 - 如果你穿這個 - 然後再穿這個傘 - 就是真的很帥喔 - 好可愛喔 - 我想在路上的人大家都會看著 - 會以為會看著 - 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 - 哇這個旁邊好像有 - 旁邊好像有泡泡跑出來 - 對 - 我這紫色真的只有在這裡可能看得到 - 那你自己之後就來這邊拍照 - 所以明天最後一次趴落成語 - 泡泡先生的聯名氣吧 - 明天之後她就要 - 拜拜 - 泡泡先生的人 - 明天不要錯過10點觀望 - 嗯 - 好嗎 - 泡泡粉 - 好喔 - 剛剛我們有穿這禮拜的新品 - 大家如果有看到喜歡也可以去觀望 - 然後今天的禮物是那個熊寶寶衣 - 今天的禮物是熊寶寶衣 - 分享還有留言 - 公開分享跟留言這個直播 - 熊寶寶衣 - 克服會幫我們抽優 - 那我們要說掰掰了吧 - 我們要說掰掰囉 - 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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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掰